在持球通貨過程中 你是否感應變對你的防守對手 而在持球通貨發球第一步時 你是否經常糾結於 為什麼縱使被對手將去被斷掉 今天給大家介紹幾種 持球以及抓球能力的這種人移方法 幫助提高你的持球通貨能力 掃球面積石 是趨款趨膝下入降臨中心 雙手抓球一定是五指張開 指根以上包緊球 將球緊緊地抓入手中 掌心控出 避免雙手加球動力出現 球從地面掠過 同時重心左右移動 而並非 掃球 掃球移重心 同時向前迈步 再收球回中心 通過球 左右彈移 旋進身體 同時迅速向前 跟跨步迈步 借助旋轉的力量向前迈步 提高第一步跨步的工作速度 提高第一步跨步的工作速度 在前迈步時 一定是後腳盆 迈步腳後腳盆落地 直至滾動至腳尖掌掌掌掌掌 是腳盆 拉回來 讓彭移 推 拉球 與拂前 之後彭移 到你的頭突破側之後 迅速地雙手向前推球 在借助推球爆發的同時 向前迈步 拉彭移 推 拉扮 拉扮 丟 millimet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